嘿 這裡是QABB 那麼今天呢 我給大家帶了一個新的玩意 怎麼樣 很酷對吧 那麼這個視頻呢 我將會解釋它的原理 以及把我的製作過程分享出來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 故事 要從一年前說起 酷睿BB正在往上衝浪 然後突然間 他瘋了 他想造一個全系LED風扇 他立馬買了各種零件 拿起相機 以為自己會像以前那樣 順利的把它做出來 但是 他好不容易才做出了 那麼難看的東西 難看就算了 不一會還爛成了一堆爛骨架 他很努力的嘗試解決各種難題 最後終於撞起來了 然後又掉了 從此 他放棄了 但是 但是 一年後 他推倒重來 更聰明的他 終於做出了滿意的作品 於是有了今天的這個視頻 嘿 就是這個 那麼這個玩意呢 我稱它為BBPOV BB呢就是酷睿BB POV呢就是Persistent of Vision 視覺佔流現象 簡單的理解就是 當它在高速旋轉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 它的LED不斷的發生變化 就能組成我們想要的畫面 那麼這個手持外殼是3D打印出來的 我用的是Fusion360這個軟件 可以快速的建模 但是 理想與實際總會有點出入 所以來來回回修改了很多次 當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進行打印了 搓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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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搓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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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刚打印好的样子 然后这是处理之后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电路部分了 我用的是一颗3.7V的锂电池 还有一个充电声压模块 我调到了5V左右 因为我的马达在这个电压下的转速比较合适 接着就是用导线把开关和马达都连接好 一个基本的电路就这样完成了 这样就组成了我们的手持部分 接下来就是上叶盒LED部分 LED我用的是APA102这个型号 与普通的WS2812相比呢 它多了一根线 然后它要快很多 因为我们的东西需要快速的变化 所以WS2812完全不胜任这个工作 MCU呢我用的是TTGO T8这块ASP312开发版 与普通的版本相比它的闪存更大 多了外置内存以及SD卡槽 至于为什么用ASP312呢 因为以后我会用到蓝牙以及WiFi 然后背部有一块锂电池供电 以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外传感器 这个红外传感器的作用呢就是 当有物体接近的时候 它就会反馈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撞速 从而获得稳定的画面 然后一切看上去都十分正常 把代码烧录进去之后 我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是因为时隔一年 我又来了 紧张是因为 我怕会像以前一样 于是 当我第一次尝试打开它的时候 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我立马把这段影片发到了各个地方 让我惊讶的是 比平常多了许多人来点赞和评论 这对于我来说是很久违的感觉了 我很开心 我这一年来所花的金钱和努力没有满费 于是我试了一下更多的动画 我让你抱紧张 我说是 好的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这个像素不是很高 还有这块ESP32 它的外置内存我不知道怎么利用它 以及一些功能啊还有在开发 所以这个视频是上级 下一集呢可能会 过很久代码呢还有更具体的 制作方法呢我会放到这里 所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欢迎订阅 唱对 那麼今天呢 我給大家帶來這個手持粉絲 述寫詩器 那麼這個寫詩器呢 我就